最近凱咪喜歡畫的眉毛是比較偏向蓬鬆的野眉 比較看起來有一點毛流感 因為早期凱咪就很喜歡畫一根一根的根眉 那其實也是根眉的延續啦 就是那種很像野草那種野味的感覺 那之前呢我們在這個新品蘇豹單元當中呢 有講到要來試一個開架眉妝新品 沒錯今天就要結合呢凱咪最近畫眉毛的一些技巧 結合最新的開架眉妝新品來做一個教學影片 讓大家呢一次看個夠一次學個夠 首先來自Maybelline的這個 為什麼Maybelline要Maybelline呢 就有一種你知道語調上面的那種感覺 沒錯 宛若真眉柔霧塑形眉膠筆 那它這是眉膠乘以眉粉的顯色持久的效果 然後獨特的水滴的筆尖 然後呢就是有一個膠轉粉的科技 就是它會畫上去之後 就是有一點膠感 可是它不是那種眼線膠那麼重 它會轉成霧面的粉狀 來這一個是呢 這簡直就是有考驗視力的一個橋段 好 看不到 看不到編號 各位 這個色號在哪裡 真是年輕人才能用的耶 天啊 把我放大鏡拿來 等一下我去拿放大鏡 Kami 真的有放大鏡 自然濃茶色 BRE 這是BRE的顏色 我跟你講誰看得到 會不會硬大一點呢 好 BRE 滿百搭色 然後呢 再來看一下這個 BR7 BR7呢 它是一個暖茶棕 其實也是比較偏冷色系的 也沒那麼暖 但是呢 我覺得也都是很百搭的顏色 BR3 喔 這顏色也好美喔 好看好看好看 就是比較帶一點黃 嗯 好看 滿生動的顏色 再來呢 還有這個 BR8 BR8是紅茶棕 很優雅很清爽的顏色 男女孩都試用喔 然後來看看這個是 BR2暖茶棕 喔 這個就很比較綠 帶橄欖色 也是美的 我覺得這種帶茶色 帶橄欖色 帶一點灰棕的 我覺得都很漂亮 都是適合亞洲女生來用 然後這個是BR4 比較焦糖色 對 沒錯 卡其色的感覺 對 你看這幾個顏色 我都覺得這些色選都蠻好的 都是隨手下筆 都不太會出錯的顏色 另外呢 要來分享的這一個是 來自瑞妹的 沒煩惱 塑形極細防水眉筆 沒煩惱 然後像這種比較細的眉筆 建議大家就是不要轉太長 不然你有時候力道控制不好 比較容易斷 我來刷另外一支是比較深中的 這深色 感覺KAMIN可以用這個 好 就是淺中深三個顏色 防水的眉筆 再來呢 KAMIN比較感興趣的是 他們家同步也是畫眉毛的 這個呢 就是沒煩惱的 擬針液態照眉筆 液狀的眉筆 很像自來水筆的感覺 一樣 好像有三個顏色耶 也是淺中深 三種不同的感覺 話不多說 KAMIN呢 先來 卸眉毛 那我們來畫MAYBELLINE的好了 再看看它的顏色 真的每個顏色都很漂亮耶 真的不是公關畫 是真的這幾個顏色都很漂亮 因為KAMIN自己家也有出眉筆嘛 那這幾支顏色真的是 不錯喔 我現在用BR7 再確定一下 其實呢 它等於是多了一個尖角 就是水滴那個尖端的地方 它可以畫一些線條 水滴的那個下端呢 比較圓弧的地方 可以做大面積上色 然後我就會用尖端 水滴尖端這樣 然後眉頭也是這樣 然後可以用尖端的那個 螺旋水滴的那個 這個比較有些滴的 就是要畫那種 爺眉 就是比較 粗一點點 所以就是 按照你喜歡的 厚度去加寬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顏色還蠻柔和 有存在感 但是不會很 誇張的黑 然後呢 眉頭的地方可以這樣 可以再用它尾端的這個 螺旋刷 稍微刷一下 很自然 就是有點像 眉粉畫出來的感覺 如果你下手太重 它也不會讓你看起來 好像很不自然 因為它就是膠轉粉 所以 它都不會太深 如果凱密要再野味一點的話呢 我會再加上一個呢 很重要的一個小步驟 這步驟呢 就是用睫毛膏來刷一下我的毛瘤 這個除了是 幫你做睫毛的 拉長定格以外 這一支真的很多人 我知道很多人拿來刷眉毛 如果你怕太誇張 你只要挑眉頭這樣 就OK 平衡一下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擔心自己技術不好 你記得一定要用 快乾掉的這一支 無重力睫毛膏 好 那另外一邊呢 我要來用瑞妹的眉筆 然後他們家就有 凱密很感興趣的那個 液態的眉筆 液還是葉 應該念葉對不對 粉底 粉底液還是粉底葉呢 對 都可以 都可以 那麼我們先來用 眉筆 細眉筆 細的其實它就可以 比較好掌握 要粗要細都可扣 好 那凱密現在用的是深色 你看 就是這樣啊 雖然瓶蓋有顯色 可是呢 萬一你買了兩支以上 你不小心 對 沒有把它裝回去就 就 它就沒有加了 要畫野眉 首先你就是要掌握就是這樣 一道一道的感覺 眉尾呢 後面就是這樣順著畫 眉頭呢 就要立著畫 但是呢 畢竟眉筆畫出 毛流感的效果呢 是有限的 所以 這一邊呢 凱密要用 他們家的那個 液態眉筆 來造毛流 你看眉筆 單畫眉筆 也不錯 也是屬於自然的感覺 只是這樣畫一支一支的 我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呢 你本身眉毛比較濃 本身的眉毛條件還不錯 我很推薦你用 Maybelline的這一支 因為它真的畫上去很自然 然後呢 不太會失手 因為它的設計 形狀 顏色顯色的效果 真的很自然 而且它就是膠轉粉 所以它很容易就是 畫出很自然的那種 像眉粉的感覺 所以呢 眉毛條件還OK的人 眉毛條件還蠻濃密的人 那麼呢 你就可以用這支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問題 比如說斷眉 眉毛稀疏 或者是呢 眉毛呢 就是一路走來很坎坷的話呢 來 瑞妹的這支 我覺得比較適合 因為呢 這個極細眉筆 可以雕塑眉型 就是有一些眉毛的形狀 比較好補 可以比較細 然後呢 這個液態的這個眉液呢 我覺得 真的是 無眉人的一大福音 因為你知道 我這邊的 這一邊的眉毛 是有用真眉毛去刷出毛流 那如果你眉眉毛 你有睫毛膏 也刷不出東西來 你呢 就要用眉液來畫假眉毛 就像這樣 有沒有 這邊是假的 不是真的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就適合問題眉 稀疏眉 斷眉 坎坷眉 對 坎坷眉 你就可以用瑞妹的這個牌子 當然呢 這是目前開架 兩個品牌推出的最新的眉筆 當然 還有很多好用的眉筆 日後呢 凱蜜會繼續來做分析 跟深度的報導 還有詳細的解說唷 所以你要期待 凱蜜的每一集的精彩的美妝影片 但是你要先訂閱 才有機會看到我最新的影片喔 不要忘記的幫我們影片按個讚 而且一定要分享 好吧 那我們精彩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